主席 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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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会 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教育部门的业务报告 所以接着是教育部门的委员会委员要逐一的质询 那首先第一位质询的是罗鼎成议员 罗议员请 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教育部门的各个局处首长 还有主管的长官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早 上个月我跟李博议员和穹文医员 我们三位新手爸爸分别到了 高雄市的公办公营的幼稚园 私营的幼稚园 还有非盈利的幼稚园去参访了 那当然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幼儿园 我们三个人都很深的感想 那也分别发现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议题呢 我想其他两位议员 他们之后的联合咨询也会提出来 那只是我在这一次的反问之中 我发现了一个 我过去误以为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 但是询问之下之后才发现说 不是那么回事的 是什么呢 非盈利幼稚园跟公营的幼稚园 没有在上英文的课程 我姑且认为是课程 但是就是一个教英文的 也许ABCD的那个字卡 也没有在上 那但是民营的幼稚园 有在上英语的教学 那我想这边课程呢 不是一个像我们国小国中高中 那种正规的课程 那只是可能是简单的 从ABCD字母开始学 然后简单的智慧 然后简单的那个 那个conversation对话而已 那后来 因为我从以前都一直认为说 双语的幼儿园是正常的状况 后来才发现那个是不正常的 那这个我就不能够理解了 我想也许我们从 我从小学开始才开始接触英语的 那我想现在的爸爸妈妈 都很重视小孩子教育 尤其小子化之后 更重视小孩子教育 他们当然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孩子 不会输在起跑点上面 从幼儿园 或甚至从更小以前 就开始跟他们讲 英语的对话也好 或智慧 教他们简单的智慧而已 那么一般的幼儿园 我才知道说法令规定 是不能够有英语的教学 这边的幼儿园教保服务时准则 第十三条第七款是说 不得采全日半日或分科的外语教学 这个是法令的规定 但另外状况是 如果这个幼儿园有提到 有另外取得补习班的牌照 那么他们在教室里面 教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英文 是不是就符合法令了呢 这部分我们的幼儿园学习美语的 英语的这个困境 我想是不是教育局 谁可以帮我回答一下说 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 或者是说我们有什么方式 以后可以改进这个问题 局长 OK 好 副局长请回答 基本上我们对于幼儿的课程 还是希望是强调同整的 而且是不分科的 所以法令有规定 幼儿的课程不可以分科教学 但是就是对语言的学习 包括我们在做本土语 或者是客家语的时候 其实都是希望是一种融入的 情境式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公幼儿 或是非营利幼儿园 他要上语言 包括外语的课程 他只要是配合活动的 节奏或是唱歌 情境的 融入的 其实就很难 他只要不是分科教学 没有说不可以 对 所以融入情境式的教学是OK的 在法令规范的范围内是OK的 他是不分科教学 不可以做分科教学 不可以说英语课程这样 好 副小姐您请坐 我之所以会比较重视这个问题是说 主要是 我身边的周遭的朋友 他们其实从小孩子很小 讲英语也好 讲客家话也好 那客家话台语国语 也许是我们每个种族 不同的母语 这个 其实学语言 我个人的人生经验 是需要兴趣的 那 我身边有几位 英语很差很差的朋友 我也好奇 为什么你们英语会这么的烂 他们大学年号英语 是考九分八分的 为什么会超到这种程度 他们说 我就对英语没有兴趣 就这样的简单 然后英语没有兴趣 就成为你这辈子 烂了英语 英语烂了一辈子的借口吗 那也许是他们觉得他们英语 在他们工作 不需要用到英语文 那可想而知 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去 看待他们的小孩子 也许他们小孩 他们也会认为 他们小孩子英语不重要 不念好英语 其实也无所谓 可是 我看到的是说 台湾的学子英语程度 好像在亚洲国家 是越来越落后了 我有朋友是新加坡的小孩子 他们当然新加坡例外 他们把英语当成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那无可厚非 那只是说 从生活中学习英文 我个人觉得 对小朋友来讲 对小孩子来讲 能够请一份话 激发他们自己的兴趣 以我自己为例 我教我女儿 我女儿一岁两个多月 从她开始会跟我互动开始 我没有教她讲爸爸两个字 我都讲Daddy 一直讲Daddy 他突然问我说Daddy是什么意思 用这个方式来教导 引诱他对于这个是英文 让他知道是英文 然后看能不能激发他的兴趣 这个是我的教育的方式 好 那其实 小孩子的 学习语言的关键起 我这边看到一些文献之下是 教育部也许认为说 在学年前学英文 并没有一个 很妥适的方式 很妥适的情况 也许他们教育部 我叫他所想的是说 你学年前学英文 你国语都 母语都还没有学好 你就学英文 是不是会混淆小孩子 学习两种语言的那个状况 但我就举我们杜巴局长 李立德局长的小孩为例 他在彼此念博士 大概十年 他的小孩 加上国语台语 总共会有五种语言 加上他妈妈可能还有西班牙语 这个其实 小孩子并不会混淆到 这是哪一种语言 我还有其他朋友的小孩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在医学上面 有没有实证过 坦白讲 我没有进一步就深入地研究 那只是说 我身边做到的状况 小孩子并不会混淆 这是把国语台语英语 也许还有那个荷兰语 等等的混淆 那这个部分 坦白讲不能说服我说 学英前学英文会有混淆母语或国语或英语 这个文法或等等的状况 这个我没有至少在我身上没有看到这个混淆的状况 即便如此 我们看第二个 公托跟私托 公托 我们的公托 还有非营利的幼儿园 上英文的 生活式英语的教学环境 我不知道教育局这边有没有去做过研究 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 局长还是副局长有回答都可以 局长请回答 对 首先要谢谢罗议员 博弈议员 还有何全峰议员 对这个议题 真的到 亲身到三种不同类型的幼儿园去做了解 所以刚才罗议员提到 你所觉得蛮惊讶的是 公幼或者是非营利 对英语学习这一块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一般的私立幼儿园 常常可能标榜说双语学习等等 但是这个部分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一群的是 101年教育部的这个规范 但这个规范在制定之前 其实台湾的幼教学界 有很多的讨论跟争议 其实意见是不一的 有的学者是认为过早去 让英文去学习 特别学习从字母认识字开始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 那个年纪 他应该要熟悉他的母语 还有接下来他要进入 这个中文华文的学习 然后特别不建议去学这个写字等等 所以这个争议其实是 没有解决 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说 所以你不能分科 你可以融入 用那种情境等等都可以 可是我们又在谈台湾的国际化 是不足的 那很多国外的例子也显现 它从小多余的转换 也不是那么困难 所以这个议题我倒是觉得应该可以提到一个学界专业 跟幼儿成长学习有关 然后跟这个中央政府要讨论 不然是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地方政府不能够说 我们现在做什么样的大幅度的改变 目前是这个状况 是 居长您请坐 我这边提出主要就是说 希望透过教育局 我想我们的教育部 也许定期是跟各个地方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做研究 这个其实应该在跟中央反映说 是否要改进的空间 我没有要 我不赞成分科或是全美语教学 以后我小孩也不会送到什么 所谓全美语教学去 有个人去上课 我自己在那边承诺 那那个生活式情境的美语教学 我非常赞同 即便不教他们自我写字 但是他看到橘子 他知道英文叫Orange 就是这样子而已 苹果叫Apple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至于说 他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至少先激发他兴趣之后 那至少是不是真的要认真去学英文 我的观念里面是上小学之后再说 就这样子而已 那只是说 兴趣是真的很重要的 因为 如果 这么小 就给他抹杀 这个完全不给他接受英语 我觉得 因为我们小学现在一年级开始 有些学校是一年级就上英文的课程了 那他也许他到英文之后 他一小一上英文 也许坐隔壁的位置的小朋友 他幼稚园有上过了 那他就可能会觉得 他怎么会 你都知道我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 公托的部分 还有公立幼稚园的部分 在乡下 其实我比较care是 教育平等的问题 在乡下的小朋友 可能 父母大概也工作 自己谋生都比较困难了 那可能会没有更多心理去教育 教育我们下一代 可能把瑕疵交给阿公阿嬷来带 那让教育资源比较贫乏的乡下地区 偏乡地区 他们有机会接触英语 至少跟都市的小朋友 是有多点的机会 跟他们平等平坐的这个机会 这是我主要的看法 那么第三 公开透明化 这个我想 私立幼稚园 当然他们标榜他们的外视是多么的好 或者是标榜他们的美女教育环境是多么的棒 那这个我没有意见 只是说 我看到这个点 我突然想到说 以前有一个英语的广告是这样 在国外的一个流浪汉 两个流浪汉在讨论说你们要去哪里 他们要去台湾干嘛 当英文老师 国外流浪汉到台湾当英文老师 他们毕竟在国外也许没有做正规的教育小孩子 搞不好连教育心理学 儿童心理学都没有上过 爸爸就坐飞机来台湾 交台湾女朋友 然后在台湾幼儿园或补习班 交美业 就这样子而已 那他们的资历会比我们国际大学 我们大自己大学生是英语系毕业 或者是有经过英解一定程度的大学毕业的失职好吗 这个我存疑 那因此 当然这是讲到教长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 那这个英语失职不足不一定要用外事 我们自己的流浪老师已经很多了 这部分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更多一个进修机会 然后呢 然后给他们一个工作的环境 不然的话这个问题永远是恶性循环的 那这部分是我上个月参访之后 这个幼儿园我自己一个很深的感想 那剩下时间 本来我要提这个 幼儿教育工作者就会环境福利劳动条件 这个可能也跟老保局有关系 我今天不提 我要提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也许过去我们会认为已经是公平的制度了 什么问题呢 是国小教师联合征事的问题 我记得我十几年前 我太太从大学毕业之后 他虽然泛发到台北 但是他希望回来高雄 就各自报名了五间小学参加教师征事 但是那个时候高雄市政府 我记得是各校独立自己招生 十几年前 参加各自的小学教师老师的考试 基本上在准备考试的之前 就会听到风声说 某某学姐已经是内定好了 坦白说那个年代我不意外 我完全不意外 但是之后我记得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有做了改变 那么为了避嫌 还有病院名义代表也好 主管机关的长官的困扰也好 人情关缩的压力 所以我们干脆开放 就是全部联合招生 让你们没有关缩的机会 如果这个在一般的科目的老师 我没有避嫌 但是现在有发生个弊病 局长 您知道弊病是什么吗 不知道 现在发生个问题了 有专门专才的老师 比方说 我这个学校是要开篮球老师圈 我打个比方 现在出问题的不是篮球老师 篮球老师圈 好了 那我之前也不知道说 这个评审的委员 是如何勾选出来的 这部分我希望 教育局 可不可以跟我解释说 我们评选这个老师 评选委员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吗 好不好 请王副回答 谢谢主席 我们今年在为了体育班这部分有一些专场或者音乐班的 比如五湖国小有一些音乐老师 那当然他们在比试完以后 他们比较重视的是数科方面 所以就是专场方面 那我们在聘请这些人员之间 我们的评选口试委员 当然就五个六个 但是看不一样 而且在评选的时候 这些人员一定是跟这个业务有关 学校的教授或者一些专场的老师 或者实际的老师行政 这样比例来 那我们在严格之间 避免他们又有一些打分数的高低差距 所以我们现在五个老师当中 他们会去高去低 取其中的三位的成绩来做平均 平均分数 那评审委员是只有五位而已吗 五位 我们目前是 这一次是以往是五位 但今年 今年几位 六位 今年六位是不是 五位 而且还是五位 所以去高去低 他平均就三位 那评审委员这名单是很保密的 所以主管科再给我们局长做核定 说很密封 完以后就是由政工人员去聘请 这个评审委员的临选 这个程序我没有质疑 我不质疑 但是偏偏这一次某个专才的教师 那所学校只要聘一位 我碰到状况是 这个老师已经考了大概十年了 那他一直在别的学校当待课 那他还有待课老师可以上 有收入可以做 那更不用讲其他的流浪教师了 那他的心境是这样子 在考试前 就外面已经传得风风雨雨了 这个其实已经内定了 那个某一个评审委员 即将担任评审委的那个委员 就已经讲了这个已经处理好了 就是他要的那个人 那这个朋友来找我 我心里想说不可能 这个是什么时代了 已经不是以前的十几年前 那个可以做手脚的时代了 这个是联合考试 其实是很公平的 我心里觉得是很公平的 那在一般的老师 一般的学科老师征选 可能是考试是很公平 但是这个有专长的时候 直到 直到他去口试 比试完结束 通过去口试的时候 看到上面做的那个 就是在外面传得风风雨雨 那位评审委员 他要知道他不可能上了 他不可能上 他本来连可能 坦白讲口试都觉得说 不需要去了 因为已经讲好了嘛 已经外面传成这样子了嘛 那我说你就去吧 那个搞不好就是一个 反正考试一定会有人 在放有的没的风声嘛 至少是十几年前 我也听过 但是我现在这十几年前 一定有改正了 可是去以后他发现说 考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 不可能上 因为就是 那个委员要照的那个人 没有问题 放榜结果 就是那个委员要讲的 那个老师上榜了 这个问题 我认为 那个委员 你如果这么的 这么的厉害 你要 你造人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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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够 顺利 好 我没有问题 你不需要 上面放话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搞得呢 我明意代表 打电话来关心 不止他 其实还有其他的 就是数科的老师 一样 那我就觉得说 这怎么可能 还有做假的空间呢 或者是会有弊端呢 我没有说 我做假太严重 就是会发生这种问题 那难道没有一个 解决的方式吗 那我所听说之前 关于数科的部分 也许不找高雄市 在地的 校长老师 或其他委员 我们请别的县市来 至少也许别的县市的 跟我们在本地 来考试的学生 可能接触机会 或者是 偏私的成分 可能 再给两分钟 那个 我听说以前交易局 高雄市政府交易局 也有跟其他县市 比如台北市政府 或台南市政府 去做一个 平正老师的 从外面请过来 外聘过来 当然 那个时候 我想 外面来的老师 教授 委员 跟在地考试的 学生 可能 偏私的机会 会少很多 那这样子一来 那当时 后来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费用 或什么可能 我不清楚 那至少 我现在觉得 既然连这样子 书科都会有发生 弊病的时候 那就回复到以前吧 我觉得或者是 甚至是书科的 没关系 我们跟台南 台中台北 教育局 我们都联合来 办书科 因为为什么 我会提到这个问题 那个专门的 书科的委员 好像刚好是 只有他一个 不管 每次的考试 都有他 都有他 他独大 他是托拉斯的 委员 那 我会想非他不可吗 难道没有其他人才吗 这部分我想教育局 可能要自己要做一个改正 那不然我觉得 坦白讲考试学生 当流浪教师当久了 坦白讲 还是能够听到这种风言风语 我觉得这个 其实会让人家灰心的 局长 可以说明一下 刚才罗议员提到了 这个联合真实 或者是 专长科目的 这个考试 觉得有这样子的传闻 所以我们听到觉得 这种事情 不应该存在 他不是传闻人 他还是事实 对 我说先从传闻开始 刚刚我问的教育局 似乎没有听到 任何事先的检举 其实事先检举 是应该进来的 就刚才提到 你提到的那个部分 就说如果这个领域 只剩下有某一个 各在独大 那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一个真实 他一定要做到 是公平公开 经得起检验的 不然会让老师 现场老师就不服 这不是高雄市要做的 虽然我们的设计是 五个人去掉 这个最高最低取 其中三个 所以像这样的个案 我们是需要去做 进一步的了解 然后以后在真实上 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制度 那也最好 让各县市的 都能够参与进来 就避免在某一个专业领域 是某几个人 可以有绝大的影响力 这点是我们一定要来处理的 谢谢 好 谢谢罗鼎晨议员 接着 好像有换时间 那么我们是不是请 李玉婷议员 好像有调换时间 好 我们休息一分钟 好 我们休息一分钟 好 谢谢